國旗班必須 要領到國旗班必須證書 所以剛才秘書廷有說 以後請給各位要請給仲將官 所以希望各位仲將官 也拿出你仲將官的風景出來 今天利用這個時間 因為國旗班必須法律的庫廷已經最多了 所以我今天不想再給大家最法律 是要替大家學習一些法律 讓大家看 因為國旗班必須的庫廷都不記得了 所以 今天最過的時間 我們我們盡量要互動 如果有問題要請到國旗的時候 國旗如果了解 知道 盡量 我先介紹我自己 我生一個很奇怪的 生意 名字 可能比較有意義 行 行春 那也是有一個古旗的意思 焦 大家想要出來嗎 沒有錯 不是王朝君 我是焦和十六年出席的 我是焦和十六年出席的 所以 我爸爸可能 有這個意思 希望焦和繼續 應救接種 這個紀念 大家可以不記得 不要緊 因為我 現在開始 也不記得我自己想什麼 因為我本來沒想到 什麼原因 我可以確定 我是彼寶祖的 在座各位 一定很多 因為彼寶祖的 你們不知道 出席版的時候 你們這棵 可能沒想到 一個 由楊俊祖的 那棵 他的棵 裡面 他就會讓大家 看兩三張照片 他自己 他也是彼寶祖的 彼寶祖的 彼寶祖要認得他 他會讓大家看 我怕你跟人家說 我沒想到給你們看 彼寶祖 有兩個特徵 那絕對走不走 對 有人在抓手 你 抓手還是抓手 甚至有人兩手都有 你如果手 太傻 在這個 我們的地方 很明顯 有一順還是兩順 皮上頭 在皮膚上頭 對啊 沒有錯 你稍微的彎曲 手 稍微的彎曲 就看得出來 有的兩手都有 有人只有一手有而已 另外還有一個特徵 你的腳上頭 最不知 不是說很順利 稍微像筆筆 沒有錯 那個也證明說 你因為是彼寶祖的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 我們是誰人 我們不是中國人 你們在上初期班的時候 那個徐老師 有給大家看一段 看一段 看一段 那個 紀錄的照片 說 國家地理雜誌 做全世界研究 研究 我們的系統 我們的人類的來源 從哪裡來 結果他發現說 我們是職一個M-114 那族的 那族是從哪裡來 從飛鳥來 經濟 哪裡 野門 中東 海盤 經濟 海盤 經濟 中南半島 野腳 北斷 印尼、澈蛙這邊過來 經濟台灣 再去日本 再去韓國 再去中國 所以 那張圖就聽過跟我們證明說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不是因是我們的祖先 所以 你從來有法理以外 我們自己的歷史 現在就要了解 OK 這個算開場白 我們來言歸症狀 所以 現在要向您介紹的內容 先開始請教各位 你們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 來接受這個收分 是不是要來做館 也是可以說的 但是 國際的動機 是國家 高雄 不是只有來做館 是要來瞭解 我們台灣的 國際 地位 要來瞭解 這個國際地位 最好的口 各位經常聽到 畢士長在說 說國際法 真正法 有嗎 大家經常聽到 有嗎 我請教各位 什麼是國際法 什麼是 天正法 我請教各位 什麼是國際法 什麼是 天正法 這個也是 對 現在就已經 比較接近 比較熱一點 大家先 現在先 不要想那樣 先想說 什麼是法律 大家知道嗎 有人 在法律 還是在法律 改 在做事情 什麼是法律 我們每天 都有可能接觸到 法律 是 沒有錯 法律就是一個遊戲規則 對 說得更嚴重的就是 這約束我們的自由 那一些規定 不過學術上 比較文雅一點 歸勢 說法律是 什麼東西 在規範 人跟 中間 的那個關係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它在規範 這個關係 這就是法律 你如果知道 法律是這樣 什麼是國際法 應該可以推想 沒有錯 就是在規範 國跟國之間的關係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但是 國際法 跟一般的國內法 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一個國家 它有一個 立法的機關 專門在創造 他們那個國家的法律 但是國際法 在國際上 沒有一個專門 立法的機關 在創造 國際法 說這個法 要從哪裡 國際法 要從哪裡 所以 這可能 以前你們 上課會 比較這樣聽到 大家可能知道 河南 有一個地方 叫海牙 差不多啦 慢慢的 接近 海牙有一個國際法庭 對 這個國際法庭 它有章程 它章程的地 三十幾條裡面 有規定 它說國際法庭裡面 法官 要處理 國際事務的時候 要根據什麼 法官要處理 就一定要有 法律 所以 既然國際上 沒有一個立法機關 在創造法律 要用什麼 來處理國際事務 這個法官 可以用的 可以根據的 那些 會用的 可以跟它講 就是 國際法庭 的 範圍 這個是什麼 就是 國際的教育 如果有國際教育 這個 應用下去 這個 可以把它當作 一種法律 第二 國際的管理 國際上習慣 已經 已經 養成習慣的 作為 還是 關店 主張 都可以 拿來 做 標準 第三 一般的 法律 關節 為什麼說一般的 法律關節 什麼 法律 有 法律 那些 有 法律 有 法律 是说打开悠就是谈判的开始 他是跟人道歉 人家是先谈判 说好事才打开悠 他是先跟人打开悠 才跟人开始谈判 所以要跟中国人接触 特别要注意 再来 在教育必须要尊守以外 什么是一般的法律原则 比如说 特别法比普通法比较優先 和法比正法比较優先 对了这个以外 就是一般的法律的逻辑 什么说法律的逻辑 我这种逻辑 我这带两个礼出来 要跟各位说明 所有观 各位如果不得出 不得出 不懂事 跟人打开悠 这是属于所有观的反馈来自 如果你去跟人打开悠 签你 你是卖方还是买方 这个所有观是谁的 当然是买方的 对吧 如果你去签你 就是你的 法律上 所有观是随你 你女儿 你母还是你前世 你老婆 你老母 那不可以说 这间家 我女儿买的是我的 法律上 不可以 所以 这个就是用法律逻辑 什么人遣语 就是什么人 所有观 反馈来的同样 放弃 同样是这个 这个道理 什么人遣语 就是那个人放弃 别人 无关 跟人家 我们都赌到 这两个例 再给大家说明 好来 这个国际法的法院 还有一个 说国际判例 所以以前 已经伴到国际判例 也不能应用到以后 再来做 伴到自己的观点 最后 以上这四项 如果不够用 也不能利用 这个国际法的 转称 他们的意见 和他们的主张 来做盘管 不过这种情形 比较少 这少 我跟这种 不可以 打架这种 有关的案例 好来 现在这个国际法 什么 就是說要怎麼拼命因為建政所發生的損害 還是要檢測這種損害 這是建政法裡面的主要的範圍 建政法有多少 大家一定也聽到 比如說你講過 就是你剛才說的 海牙公約 日內瓦公約 紅石智慧總章程 特別是跟建政有關的部分 我們如果看到電影的建政筆 有時候會走這車上下一個紅十二架 那就是紅石智慧 那如果那車 那人出現 那是要救助 救助 要去救那裡中山的人 那有看紅十二架的人的車 為什麼 建政的上方都不能把他頂擋 不能打 這是國際上的聲音 再來 美國 那是國際上的政策 那是國際上的政策 那都是建政法 要比全市委 教育 最後 美國 最好歡迎 在最關建政所做的一些判斷 OK 我們現在知道 報復了 什麼是國際法 什麼是政政法 現在可以進入 組隊 民主黨的 發力的論述 它的論述 重點在哪裡 大家應該都聽了很多次 沒有錯 沒有錯 還有呢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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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醫師長在說的 如果要 改答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就要應用的 兩項 那是三項 國際地位 國際法的 鐵則 絕對要用到的 那個原則 就是剛才 我們這位年輕同心在說的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再來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其實還有一項 因為我就要 把法載來 那些就是基礎 在說什麼 零獨主權的移轉 應該有 國際條約 做根據 對嗎 這三個 比如說 法理的重點 是對還是不對 有根據嗎 我們可以 討論看看 剛才 領導主管的移轉 需要 讓這個國際條約 做根據 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國際法的裡面 國際條約 做根據 和一般法的原則 就是 就是說 條約 必須要 遵守 所以 這個 法理的重點 就是 領導主管 的移轉 要有 國際條約 做根據 這個 其實 不是 學會說的 第二 其他人 禁令 不能移轉 移轉 主管 這也是有根據 美國 六軍 戰場 手指 這三百五十八條 就是這樣規定 所以 美國人 最近 去伊拉克 去阿富汗 平無中 這兩個 國家 都跟他領領 跟 所謂 既有 所以 領領 佛得 伊串主管 這也有根據 這是什麼 這也是 國際的 這個 這個 習慣 國際的管理 主張 拿破崙之後 國際上就認為說 需要有這個環境 如果沒有的時候 這時候差不多 全世界 大部分的領土 都是美國的 共的 都拿去吃 這樣不可以 所以 拿破崙時代 一後 就不准人 建政 去摘人人的領土 要順便 變罪自己的 再來 第三 劉鳳政府 不得 集體 合物 這就是法律邏輯 什麼叫劉鳳政府 劉鳳政府 就是離開自己的本土 去摘人的地方 你怎麼可以走去摘人的地方 說那間房子是我的 這當然是法律的邏輯 所以 必須找到這個環境 來應用到我們台灣問題上 比較有根據 不是何必說的 世界上 有其他的地方 有應用到這些環境 我們也可以 來研究看看 領土已轉 要有國際教育 我們可以拿 美國跟西班牙建政 來作禮 那兩國修建 當然是西班牙建輸 建輸之後 西班牙跟美國 建立一個巴黎和約 在這個和約裡面 西班牙要放棄 他的殖民地 古巴 另外 要擱讓 關島 飛陸 飛陸 和 北陸 美國 給美國 飛陸 我們不是比較熟 關島也有熟 這兩個地方 就是這樣 變成美國的土地 但是 飛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1946年 美國就給他 獨立了 因為飛陸的多時太責 所以 他的 反恐的力量 打游擊戰很厲害 所以 美國 覺得 頭痛 乾脆讓你獨立 我不要把你管 古巴 本來就是 美國 沒有那個意思 說要把他佔領 所以 古巴在 1902年 美國就幫助他 獨立了 不過 現在 古巴 要是受到美國的制裁 不過這個 題外法以後 我們如果有機會 再來說 現在我們來看 第二項 證明不可以 以專主管 國際上有什麼 第二 可以證明說 這個原則 可以應用 很簡單 第二十歲到來前 日本跟德國 是不是 軸心國家都戰敗 叫 門軍 戰敗 戰敗之後 有被人占領 沒有錯 日本也有被美國占領 德國也叫四個國家占領 但是這兩個國家 現在都回覆主管 所以 美國也無常 他們的土地 變成美國的領土 所以 很明顯 的這個禮 可以證明 說 占領 其實不可以以專主管 譬如這些以外 最近 剛才在說的 伊拉克跟阿富汗 美國跟英國 也無常 這兩個國家 要拿出他們的領土 都可以證明 第三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有什麼禮 大家聽到嗎 一群 一群 對 比到我們比較熟的 就是說 有一些 第二次世界來電的時候 已經叫 叫 就是流亡 流亡 流亡 不能將那個地方 變成他們的國家 他們的領土 所以 譬如你們的法例 論述 這三個重點 不但都有根據 所以 我們都可以拿出 國際上的 實力 出來證明 說 其實 就是這樣 你們現在 拿來 應用的 我們 台灣的問題 頂頭 剛才領土主管的遺傳 應該有 國際教育 為優惠 我請問各位 有什麼國 有多少國際教育 跟台灣的領土主管 有關的 下官教育 還有 對 對 對 還有人 知道嗎 差不多 好 我們就 開獎 剛才 就是下官教育 沒有錯 所以 各國民黨的教育 比較適合就是 馬關條約 對吧 這是中國人這樣說 其實 不可以說馬關條約 應該說下官條約 因為國際上的習慣就是這樣 這個教育 在哪裡 定的 就是 是 那個 是 是 那個聖旗的 名稱 來做名稱 所以 這個教育 是在 日本的下官 他問說 誰都弄死去 你們知道下官在哪裡嗎 對 在哪裡 日本的哪裡 對 如果沒有稀 沒有稀 很難說 其實 要稀 很簡單 我沒辦法 今天 拿給大家看 不過 大家都可以回去 去處理 去查到 最簡單 就是說 日本的本州 最新的 那個 那個 尖尖的 地方 那就是下官 日本 日本現在有四個大島 本州最西邊的那個尖端 那就是下關 對 沒有錯 他就跌去就是 他就對著縮小了 沒有錯 來 這個下關條約跟台灣的主管有關的事態度 這第二條 我已經繞了一半給大家看到了 大家還記得第二條規定什麼 他說中國 中國將官吏下開地方全部機關 全部資權 我特別寫得大禮給大家看清楚 以及該地所有的堡壘堡壘 中國的軍旗工廠跟一切熟工物兼 公家的門兼 英雄釀給日本 這中國後面我又刮虎... 日本後面也刮虎... 什麼用意 大家想怎樣 真簡單 不是 秘書廳不經常說 你有沒有看到 馬關條約的原文沒有 他秀馬關條約的原文給你們看 為什麼 我們現在先看 這個條約第二條說 下開地方是什麼地方 A 我也把這裡點點點 我們跟台灣有關的就是B B 台灣全都跟社交的都市 C 平有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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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看 後面那個點點點的是什麼 這個條 是中文的下官條約的原文 裡面開頭就是什麼 不是中文 這個條約是什麼 什麼簽的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即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所簽的 所以剛才我們在說國際法 我把各位說明 蘇優館 就是在這裡出現 這個活躍什麼人簽的 蘇優館就是它的 所以 這是日本天皇簽的 跟清帝國大皇帝 當然是熟日本天皇 蘇優館 不是日本政府 這個可以跟我們證明 再來 剛才 到了台灣貼給伊瓜 還有一個A 點點點 A 清帝國大皇帝國 什麼給日本天皇 到了台灣貼給伊瓜 廖東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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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所以 廖東半島是怎麼不可以 因為去中國 對 所以 要說 日本 經濟幾月在廖後 就要再跟 清條的皇帝 簽一個活躍 交還 是 奉天省南邊地方條約 又簽一個條約 又海 海簽條 這裡也是一樣 大清大房地陛下 大日本國大房地陛下 所以 他們兩個簽的就對了 一間 比較有趣的就是 第二條 到了 頭一條 海 這個 奉天 這個地方 以外 中國 就要 國北鄉 日本 三千萬女 的 英靈 三千萬女 不少錢 聽說 日本鐵這個之後 去建設 京都大學 所以大家可以想看看 京都大學的規模 一定是很大 OK 所以 這個是 下官條約 跟我們台灣的主管有關 經濟這個條約 我們台灣已經掛給日本天皇 但是 這日都大學 不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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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清條那個時候就開始 港片了 這邊 都不是清條的 他也在下官條約的人 掛給日本 對嗎 所以 海日本 就要跟我們的高砂族 修台 台一二十年 這種所有的高砂族 征服 征服了 變罪什麼 台灣 轉鬥再變罪 日本天皇 占領 所以 我們台灣的 所謂的 國際上的主管 是在這個時候 建立的 以前台灣沒有主管 台灣的主管 就分過幾個人 跌了 對不對 沒有經濟 熟 一個單位 還是熟一個人 還是一個政府 所以是日本天皇 日本時代 那時候 建立的 現在看到這張 桌子後 這張 大家也看得到 大家也有機會 怎麼看 鵝蘭比燈塔 想怎麼樣 我要讓大家看這張 大家想不想 沒有錯 台灣最南端的一個燈塔 而且 這個燈塔 也有一個特殊點 這個 就是 台灣 所有燈塔裡面 唯一 有做為情的 燈塔 普通我們的燈塔 都不用做為情 但是 這個鵝蘭比燈塔 有做為情 什麼原因 不太對 大家再看這張桌 鵝蘭比在哪裡 有在桌子上頭嗎 沒有 沒有錯 鵝蘭比 鵝蘭比在這邊 對吧 青條只有到這裡 所以鵝蘭比那個地方 那個土地 那個時候 不是青條的 青條怎麼會去燈塔 這因為有歷順 所以各位 將來如果有機會 再去橫村 再去鵝蘭比 觀光 要記的這個歷史 跟鵝蘭比燈塔 有關的歷史 可能 如果 全埔的人 曾經聽過 就是什麼 A167年的時候 發生一個 羅花事件 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是什麼 就是有一個美國鑽 最鑽 羅花號 塞到台灣鵝蘭比 觸礁 吞下去 鵝蘭比 在八個俄蘭比那邊站起來 去遇到我們的排灣族的原住民 去用台子七三六百 要出兩個那兩個走去 萬青的地方去投給兵 美國才會讓萬青空氣 萬青說那個地方不是我管的 所以跟我不管的 結果海外國 自己拼請英國的鄉民 香港本土的英國人做反役 去跟排灣族搞笑搞膽 這跟排灣族頂這個南甲之門 打一個潰穴 這很注意的潰穴 這內容是什麼 說生煩對殺害羅花號傳言一事表示悔過 因為這樣 所以美國不予追究 或是美國生 在那裡 那後 既然如果 遇到 風 漂流到 岸上要定力的時候 生煩 要妥為 舊父 不能再放台 就要人求 那種 海外 就要尋高的 人喬那個地方 就是衡村 現在我查出來說是衡村 我們所了解一般都去白旗 有可能我們的排灣族 無法反映白色的那種 白色的大概是用在那裡蓋四人 所以他們不贊成說你就要去紅旗 這也很特殊的例 第四條他說 他說青藩的地方不可以洗泡台 但是在在洗藩的地方可以洗 結果呢 結果穿著那個蚵仔鼻 那個燈塔做泡台 所以賣錢賣到 破壞藍甲之門的抑鬆 所以青藩才會反恐 這個燈塔不知道就要做圍像 去國派兵 所以各位眾人如果有議會去那裡參觀 旅行 進去看看 了解台灣的這個故事 然後這個 這個事情 接下來 結束多久 流球的 復旬了 也遇到台風 走去 我們這個蚵仔鼻 這個地方 富君去 去派風 爬去 又去 台灣族台 台後他們回去 他們當然 當然台不完 那時候 台灣的時候 當然不會發生這事情 因為台不完 所以有人 不讓台時 還走回去 去到日本 日本也把他穿著空去 穿著空去 穿著空去 這不是我的地方 所以好 現在日本比較鄉 你不想處理 我自己來 所以日本派兵 你知道ubsen 通常 都可以 打賣 日本人 走到 所以我這裡 特別寫著 那些 流球愚民遇害 日本派兵 這裡發生 這個 我喜歡 烹奸事件 烹奸事件 這個大家也聽到 這個就是在屏東 大家如果從車子我進去 有一個石門古戰場 那個就是古早的那個戰場 大家如果去那裡看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們的高砂族打他們 日本有穿有泡 因為那些地勢很好 就像一條碎條的火船 兩邊都沿 所以日本一定要經過火船進來 古山做的在那邊上頭就聽到它打 所以日本打得很清爽 所以發生這個牡丹事件 因為有這些事情發生之後 日本跟美國聯合起來 這個地方穿萬針鞋 說你點那裡就要蓋一個燈塔 如果沒有的海事才走出來 經常發生事情 所以他們會這樣 萬針鞋鞋鞋鞋 去跟高砂族 尾那個土地來蓋 蚵蘭比燈塔 所以這個路故事你看 給我講差不多幾十分鐘 這是我們台灣的歷史不能忘記 所以 現在日本拿到台灣 打贏高砂族 開始經營台灣 19年的時候 那時候他從中國台灣政府 政府之後 平常開始建設台灣 他的建設裡面 所以可能各位都沒有影響 我小孩的時候 還要去那裡 日本人設的公共便所 去利用那個公共便所 證明說 日本人來台灣之後 日本人來台灣之後 不但破橋座樓 而且還創造教育 創造公共衛星 到了 1973年 這個時候 他們告訴我 內陸延長的時期 他要將台灣 變成他們 嚴重的地方 建設台灣 所以到了 1935年的時候 日本人已經把台灣建設了 可以點台灣 舉辦一個博覽會 那是很不簡單的 台灣的水準已經到了 世界水準 可以讓世界的人 來參觀 許老師 我拿一些 電鍵和圖 給大家看 所以 這是開始 沒有很簡單 這個 破浪花開刷 再刷下去 疫苗 三千年到疫苗四五年 就是華民化 會期待 怎麼說華民化 日本人 他跟我們本土台灣人 可以同學 就是 共同一個學校 以前 日本人的學校 我們台灣人 不能離開 現在可以 共同 甚至 我們也可以帶日本母 還是嫁日本人 所以可以通分 到疫苗四空年的時候 全部 台灣人可以改作 日本史 的名字 最後的 那個 那個 終極點 就是 他叫 四五年 四月初 日本天 都選擇 台灣 實施 民地 憲法 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 跟日本人 相同的法律 約束 所以 國際上 就 勝任 台灣 辯罪 日本 神聖不克風格的領土 原因在這個地方 一九十五年 一九十五年 四月初 可惜 沒多久 日本就能發動 戰爭後 要 導航 八月十五 天龍就要導航 所以 我們做日本人 真正 享受到 這個管理 只有三四五月 就 真正 真白 就要逼人 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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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金山 佛幼 這個古金山的佛幼 日子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家庭的 我們怎麼會應用得對 是 一九五年 九月 除白 簽的 五年 四月 禮拜 勝好 特別是 後面 那個蘇利 四月禮拜 一九五年 請大家 請好 這個 合佑 合佑 跟我們台灣主管 有關的地方 大家還記得嗎 第二條 沒有做 秘書頂部 在那邊 合佑的頂頭說 你看 這是什麼 Japan Rela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特別是 你叫大家注意說 你 有 有 有 頭 英文的人 那些人,all後面,怎麼會不叫X? 反應就... 這就是說,日本政府放棄台灣平和一切管理 管理義務、義的名義和要求 這個意思就是,日本的統治管,管理管 再來,在第二條B以外,還有第二條F 一樣,日本也要放棄南沙群島、西沙群島 跟一切管理義務要求 現在還要應用法律邏輯 再想看看,這個教育上頭 有規定說,日本你就要放棄南沙群島跟西沙群島 這法律邏輯意思是什麼? 是不是以前日本有南沙群島跟西沙群島? 日本如果沒有這個,要怎麼叫人說放棄? 你如果沒有2塊,要怎麼叫你說你繳2塊出來 對吧? 所以法律邏輯在這裡 所以國際上不用太多 南沙群島、西沙群島、向爺 對,日本天皇 現在我們移下去,我們就要說 是怎樣? 請日本放棄 不是日本天皇放棄 是日本政府 剛才我請各位記那個日子 沒有錯,在什麼地方?為什麼? 為什麼? 那個太晚了 我們現在來看 在 日本民地憲法,我們剛才說 1945年,四個歲 在台灣是那個民治憲法 民治憲法裡面的規定是什麼? 日本天皇 他是國家的援手 總攬統治權 在這裡 日本天皇行宣戰 共和和 替節條約 日本天皇 在民地憲法的時候 這樣規定 但是到了1946年 就是 戰敗之後 我們就說 這就是 麥克阿瑟 強迫日本簽的 新的 日本憲法 日本國的憲法 第四條 叫日本天皇 只要做一些 國家的行為 但是國政 不能參加 所以 古金山合約 合約 是國際條約 那是政治問題 所以日本政府 簽 日本天皇 不能簽 從哪裡來的 OK 我們還有一段時間 台生 現在小蔡 麻煩一下 我們再來證明 你找那個 天皇 投降招書 好嗎? 必須長來給大家看 說是 崇光葵 簽字的地方 正面給大家看 你找那個 崇光葵簽字的地方 切出來 麻煩一下 走 好嗎? 必須長來給大家看 他這個投降書 當時 當然不是日本天皇自己本身簽的 但是 他是叫崇光葵 那個時候的 日本的外交部長 所以 他是代表 in behave of the empire of japan 就是代表日本天皇 跟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所以 他雖然一個人簽名 但是他是代表兩個人的身份 所以 導航 是日本天皇 因為有簽名 有分就對了 ok 麻煩你再找那個 舊金山合約出來 你就要點那個 我們古早 古的網站 自由台灣 台灣民政務 那個網站 找舊金山合約 找出來 他在這裡 他在這裡 還有看到說 日本天皇 出現 舊金山合約的時候 就沒有日本天皇 那個時候 日本天皇就不可以簽名 有嗎?你找有嗎? 你去 繼續 往上 到那 最會兒 遷礙的地方 又去 一直去 喔 差不多了 慢慢慢慢 再來再來 過去 再最後 越南在這裡好 東 來 大家看看 這是舊金山河約簽約的時候 最後 現在日本就要簽約 它這裡只有日本 這裡並沒有將天皇歷入 所以 這個舊金山河約 天皇就沒有簽了 這個有四大就是 吉田帽 吉田帽那個時候就是修修 所以 就是 代表日本政府 所以我們剛才OK 謝謝 你又回到 我原來的地方 OK 所以 我再給大家看一遍 我再給大家看一遍 就是沒有簽約 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條約 古金山河約 對於日本政府有關的 跟日本天皇有關的嗎 沒有 日本天皇的 台灣主管 並沒有在那 古金山河約裡面 這個 這個 受到任何的變動 這個 是 他說 台北合約裡面 日本將台灣澎湖的主權交給中華民國 對啦 你說這樣就對了 這個就是非常進步的說法 沒有錯 不過我們可以先看 到底台北合約 關於台灣主權怎麼規定 它又一樣 第二條 跟台灣有關的都第二條 第二條加起來是怎樣 他說 It is recognized that 我用中文說很快 就是說 在那個 195年9月的水平 在古金山 日本所簽的這個合約 日本已經放棄 台灣平和的主管管理館 這個地方就從台灣出來 我們舊金山合約 還有什麼 FOMOZA和PESCADORES 這個地方 中國人就改作台灣和平和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中文 對 你說 成林 根據 這個日子 日本 日本已經放棄了 日本已經放棄了 我這裡特別用 紅的寫給大家看 已經放棄了 什麼意思 就是上面這個日子 剛才我請各位記 古金山合約 生效的歷史 就是 195年4月2月 簽台北合約 就是同那天簽的 所以 簽約的時候 古金山合約 已經生效了 古金山合約 裡面整天 日本就要放棄 台灣和平和的主管管理館 所以 在簽台北合約的時候 日本已經放棄了 還有 法律邏輯 你已經放棄的東西 你還可以給 第二個人 第三個人嗎 不可能 對不對 你已經放棄了 的東西 哪有可能還拿給別人 所以馬英雄 你說 日本在台北合約 從台灣平和的主管 交給中華民國 會閉著眼睛 閉著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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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說一聲好壯 沒那麼沒有一隻 就那這個要 這個 台北合約 也沒有任何的條文 有提起日本天皇 台灣領土主管的問題 沒有 所以 跟日本天皇 也沒有關係 對吧 今年如果是這樣 有可能的人會想到 開樓宣言 什麼事 可以啊 所以那個也證明說 這個開樓聲明 沒有國際效用 沒有錯 對 所以 我剛才說 開樓聲明 正確的說法 這是一個聲明而已 不是宣言 因為 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都要跟我們騙 從聲明變對宣言 給我們聽說 這是國際法的 教育 不是 第二 新聞的聲明 不是國際法 那 有些人 有些人 大家如果查指定 這個叫做開樓 設計 這就是一個聲明,不是國際條約 所以根本就沒有效 你拿這些,說這些也沒辦法 好,我們就准說有一點效,大家看看 內容是什麼 先滑滑滑,跟重要的報恩 我列出跟我們台灣的關係 他說,那個開朗會員就是三個國家 金戒祖,還有 Churcher,還有美國的總統 那個羅斯福 所以他們三個在那裡開花 他說那個目的就是要將日本 叫日本脫衣服 就是要剝奪日本在太平洋所有的島嶼 到這個岩岩 所有的島嶼是什麼島嶼 就是日本跟跌的 還是跟拿來的 什麼時候呢 就是1941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 從那個時候給人家佔領 跟人家霸佔的所有的島嶼 要把它拿回來 要日本交出來 除了這個岩岩呢 還有一些島嶼 就是日本人 向中國人 逃來 Has stolen 跟逃來 比如什麼 比如說 萬州 萬州 Fomoza 吃它就是Fomoza 沒有人在說台灣 有些島嶼 跟Pescatoris 說這裡 就要什麼 要限制中國 要限制中華民國 有啦 這裡有限制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有出現 但是不是那個目的 這個開羅宣言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開樓宣言 第一,不是國際條約 第二,他也內容說不對 日本不是同樣投體 是根據下官條約 拿到的 而且這個是 1943年 建政還沒結束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 受... 受通的 答應說,建後要怎樣 不一定 建後就要這樣 其實 我們剛才那個日子也看出來了 這是疫苗四成年的時候簽的 古今山佛洋 疫苗五一年 跟五二年 所以後法 比前法優先 比如說 舊金山合約 就是後法 開樓的聲明 是前法 這樣 這個也已經沒效了 就叫舊金山合約代替 那時候 那時候 中華民國 在台灣 那時候 外交部長 會外交部長 所以 夜公超 所謂夜公超 在立法院 在補國的時候 台北 學院簽了後 他跟立法委員說 在目前情況下 日本沒有權利 將台盆 轉移給我們 他已經說得很清楚 他還說 我們也不能接受 在中日台北合約中 在中日台北合約中 我們設法規定 在台盆的居民 及法人 用中國籍 我們就是這樣 去用 變罪中國籍 他說 他跟我們變罪 中國籍 這樣就好了 這一項 規定 可以彌補 將來 台盆 歸還我們的空檔 他可以這樣 跟立法委員 規制 大家 看這個在那裡 就很清楚 台灣平和會主管 平和會主管 並沒有預算 給中華民國 連他們自己的人 外交不定 也這樣說 而且還說 他跟我們騙 中國的國籍 可以這樣 來抹騙全世界 所以 我們可以在這裡 說這個 領土主管 預算 就要國際教育 做根據 這個原則 我們可以做一個總結論 就是說 台灣澎湖 領土主權 主張萬青大皇帝 掘給日本天皇 以後 我今天 也沒有經過 古金山河浴 也沒有經過 台北河浴 甚至 以後 任何國際條約 再一次 遺傳 掘給天皇之後 就沒有遺傳 所以 結論是什麼 秘書長的法理論述 日子 我們還要遺傳 我們還要遺傳 日本天皇 萬人在這個地方 是嗎 所以 我們大家有請坐 有人還沒有了解嗎 了解 OK 進入第二個題目 零路 不得遺傳主權 占領 不能遺傳主權 我們剛才已經說 日本電腦擁有台灣領導主管 為什麼就這樣怎麼可以來台灣 為什麼 憑什麼 對 他是美國軍事真理大人 但是是根據什麼 一般命令第一號 大家不要聽 他記得嗎 這個命令是麥克阿瑟將軍公佈的 其實這個命令是美國總統配準的 所以這個命令是美國總統的 不是麥克阿瑟的 我們不要搞錯 麥克阿瑟的指示 因為他是司令官 所以他宣布 但是這個命令是美國總統 這命令是怎樣 你們來看 是怎樣的命令 他說第一條 裡面說 在中國 跟台灣 跟北緯 16度 以北的中南半島 就是北越 北越 它的所有的日本軍 海陸空 和志願的部隊 都要向 親戒舊晚水 導航 指名 和志士 救他 還要親戒舊晚水 還要親戒舊晚水 其他因為有B 又有C 又有D 又有E 這因為 都跟台灣無關 所以 我把它策略 但是 可以跟國際報道的就是 美 是在指什麼 剛才這裡有看 中國 但是萬洲 沒有爆發財 就是在 爆發在美裡面 萬洲 和 北韓 麥克拉斯 交給 蘇聯的總軍 去接受日本軍的大行 西呢 西就是 這個是北越 南越 外南的南平 和印尼、泰國 這個地方 這個艦区 叫一個 澳洲的將軍 去接受 日本軍的投降 你的部分 你 就是 琉球 和太平洋的 其他島嶼 由 美國 太平洋 海軍 總司令 去接受 他的部分 就是 日本本土 和 南韓 由美國 太平洋 六軍總司令 那個時候 因為是麥克拉斯 由麥克拉斯 本人 去接受 現在 B、C、D、E 都有規定了 最後 再規定一個F 這個F是什麼 所以說 伊雄所 雞排的 司令官 是 代表 民軍 他不是代表 他們的國家 他是代表 民軍 才拿到 這個 管理 所以 所有的日本軍 要導航的日本軍 應該要向他們 或是他們的代理人 導航 不能向別人 所以 所以 相當少 可以自己去 還是派人 可以 但是 其他人 就不行 請各位 注意 我用紅的 什麼 中國 台灣 和北 意思就是 什麼 這三個地方 不一樣 威 不一樣的 戰場 對不對 很明顯 既然 台灣 特別立出來 比如說 什麼 台灣 不是中國 所以 那個時候 民軍 已經就知道 台灣 不是中國 對不對 所以 民進 這都是 白鑽什麼 黑人 不會嘲笑 所以 現在 我們知道 一號命令 叫 來台灣 接受 日本軍的導航 這是什麼 這是接受 日本軍 不是 不是台灣 所以 我 請 五公 這個時候 是什麼 跨世紀的 大騙局 在騙人 這張 就給大家看 對不對 再來 大世紀 這個不是 光復 是 軍事 佔領 這張 就能夠證明 剛才那些是 門口 現在這是 街祥典禮 受搶典禮的 那個 來對 回到 來無 那一支 說是 中華民國的 這支 蘇聯的 這支 美國的 這支英國的 所以 台灣如果是 被中國 公福 這樣插一支 就好 那就要插四支 這就證明說 不是被公福 是只有軍事 減量 OK 這你的 第二個片局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很嚴重 台灣編綴 他們中國的 一生 跟我們編綴 台灣省 在哪裡 在這裡 他聲說 中國戰區 台灣省 受搶典禮 會場 他就騙 那個時候 美國都沒有中國分 所以這樣就騙過 這也是跟我們騙 這一邊 這個是在中國 南京 中國 政定位 的時候 這個是在台灣 就是剛才 那個會場 台灣 如果是中國的 的時候 扮一個就好了 那就要扮兩個 所以 要扮兩個定位 受搶典禮 就是證明 很明顯 台灣跟中國 不掛孤 無關的 對吧 這個就是日本總軍 就要向何應清投降 這個 日本總軍 那個時候 安藤立志 向中介州派來 彈機 投降 所以 這個台灣省 也是在騙 中華民國國旗 也在騙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 是怎麼會騙 就是什麼 這支 這支 他騙我們 這支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你已經把我搶先了 你看中華民國的國旗是哪支 哪支 這支 這支不是我有的 剛才那個 那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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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軍旗 他還是軍事 兼以前 台灣 所以我剛 很有,我剛講講 國旗 這個我們現在有辦法人家插出來 豪小在那裡 這張也不是我為的 這張就能證明說 中華民國國旗應該是哪一支一支 那些人都會扮 那些人不可能去站在外面 讓人家相信 如果大家還沒相信 我再證明給大家看 剛好一國才有國民黨 那些國民黨用的動情 是不是要用國旗 那不可能用海軍旗還是六軍旗 不可能 所以真的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的國旗就是這支 他們是怎麼變成國旗呢 大家如果有家人回去 去問Google 你打中華民國國旗 Google就會跟你說 他說 1946年 12月25號 自信國民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憲法 民文規定 中華民國國旗 定位 紅地 杜秋角 清天別立 第一次 當中華民旗 這樣 控美國 這時 上全國的海軍旗 植 所以這個日記,大家要叫好 既然蔣介石集團 不是光復台灣 而是代表聯軍 來接受日軍的投降 之後佔領,軍事佔領台灣 根據舊金山合約 第六條的規定,規定什麼? 說合約生效之後 所有民軍的佔領軍 九十天來要貼禮 剛才我們記的日記 他叫五年四月二倍生後 所以七月底 所有的殲民軍 是不是就要回去接自己 為何 青海州的集團 到今天還留在台灣 為什麼? 誰允許他? 憑什麼? 蛤? 那個還太晚了一點 還比較早一點 還有 對啊 大家都知道一個普遍 所以我現在把大家學習一下 整理一下 政客的系統出來 我們來看看 當然是美國大型的 美國穩存的 沒有錯 但是美國憑什麼 但是美國憑什麼? 大家不記得 法理上 美國是根據什麼? 舊金山合約第23條 他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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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條說什麼 日本聖臨 美國的軍事政府 這就是我們說的 USMG 美國軍事政府 對日本和日本國民 在台灣平衡 和劉Q頂 地方的財産 處理 有效 所以美國有管理 處理 台灣平衡 日本人和日本國家的財産 財産當然是包括領土 所以美國 所以美國 就這樣 就這樣 沒有關係 他可以這樣做 所以美國沒有抗議 他不只是 要把日本人趕走 他甚至要把 六百萬的台灣人 全部趕走 對啊 所以美國沒有同意 對不對 其實把日本人 趕回去 其實把日本人 四十萬的日本人趕回去 這個也是錯啦 那些日本人也是我們的 台灣的居民 他不能 轉移這個居民的這個 居住權 對吧 所以 在這個地方 我們再來 學習一下 法律邏輯 我這裡挑釋過 從 舊金山河野 第二條米 這裏 增加大家 的記憶 第二條米 說什麼 日本政府 放棄台灣 的管理館 對不對 所以 放棄之後 變美國人接去 很明顯 就在這裡 好 所以 日本人 放棄之後 變美國人接去 很明顯 就在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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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法治的 軍局 實際上 當然 想法教師 可以繼續 住在台灣 跟 一級四級年 十多 政安民國 變綜裡 崩嶺 政府 跟一級五公年 六代 那樣 韓戰爆發 都有關閉 因為他變成流氓政府之後 他就不能回去了 莫特東不讓他回去了 剛才他運氣好了 韓戰爆發 真的有理由說我不能回去了 所以他退美國人 顧台灣 讓莫特東不能來台灣 所以美國人很歡迎 那個時候他是反共抗俄 現在呢 所以我們不能用憑 就要革慎 OK 現在大家知道 好來 現在證明給你看 美國有那個管理在哪裡 我們說 畢書店的人還問說 美國人在哪裡 你看 我們現在都不在看 他們不會還有 美軍軍軍運動 現在不在看 其實呢 走就有了 政府在哪裡 在我們剛才看的那兩張 上 大家想不想 對不對 對嗎 這裡 三棵美國棋 好 現在就來接受日本軍的導航 他就要插美國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再來 這張更漂亮 這張採摘的 大家有注意嗎 這裡 他可以蓋棄中山堂 你因為 過年 日本的監獄 日本時代 工會堂 已經改造了總餐廳 這是什麼時候 中國民國說 慶祝公福 五十十年 大家先看到 那些 什麼時候 1995年 不太有猜拭 你看看 1995年 美國旗子還在那裡 對不對 台灣如果已經給中華民國拿回去 50年之後 中華民國還要感謝美國 很奇怪 那不是 所以中國國民黨 他們知道 我們台灣人不知道 記在這裡 證明 美國說得算 再來 這張就剛才那張 這兩張可能大家也很像這樣看到 這兩張我聽你聽好嗎 他聽說什麼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 中華民國慶祝一百年 當時 2011年沒有錯 2011年中華民國在 他在 在 怎麼走 中華民國在在慶祝他的事 是怎麼就要掛美國旗子 他跟美國沒有邦交嗎 為什麼不掛邦交國的國籍 他為什麼要掛美國國籍 由這裡 就可以證明 現在台灣 還是美國說得算 管理在美國的手段 所以 現在 還有 還有 這個 公福這個神主牌的人 頭腦已經不清楚了 還有 很高興 我們不好意思說誰 其實 其實 他的照片 我會覺得很疲愛 很疲愛 美國 所穩存的 中華洲集團 軍事占領 不是 被公福 對吧 所以 中華洲是修管者 美國是修管者 中華洲是被修管的代理 開始的時候 是根據 一般命令 第一 第二 再刷下去 這裡 改罪用 舊金山合約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必須的 論述裡面 說美戰 的證明就是在這裡 這是美戰 OK 我們現在 第二 這個證明 這也是一個證明 這就是 這張 報紙 可能 你們在樓下 那個走廊 可能還看到 那個 庇報的頂頭 裡面還有 這就是 9年 6月 習近平去找歐巴馬 的時候 第二天 美國的CIA 挑剔 這個 避密的文件出來 這個文件 自由四波到報紙 他 說 美國 中情局 把這個 秘密文件 露出來 指台灣的地位 未定 其實 不是 其實 他在這裡 誰在 說 台灣現在 還是 被 佔領中 這也是 證明 知道 既然 佔領不得移轉 主權 所以台灣 不管什麼人 佔領 美國自己也好 蔣介石集團代理也好 都不得移轉 都不得移轉 什麼人的主權 日本天皇的主權 所以最好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確定 我們台灣 目前的地位 是什麼 日暑美戰 沒有錯 我們已經 把它 找出來 所以 大家不等 有了解 還可以 既然 將來 也可以 跟 周邊的人 率先 好 OK 再來 第三 我們說 流亡政府 不得 就地合法 這跟台灣 有什麼關係 我們來看 美國 我們以前 跟今天 還在台灣 這個 集團 是什麼 他的性質 是什麼 我們再來 分析一下 這 大家應該 因為 很清楚 EQ15年 10月25 他是來做什麼 一般 一命令 第一號 代表 民軍 來接受 台灣的 日本軍的導航 所以 他 是來接兵 軍事 所以 他是 民軍的 軍政務 他代表 民軍的 軍政務 EQ15年 10月 找他 什麼日子 他可以 可以嗎 可以嗎 武特東 選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 對吧 所以 中華政府 所有代表的 民國政府 要拔來台北 所以 所以 他變成什麼 變成 魯旺政府 對不對 這個 魯旺政府 就是我們在說的 說 中國 中國 台北 英文 中國 中國 全名 是誰 對 對 還是怎樣 還是這樣 又拿一些 送給大家 了解 這是什麼 2012年 倫敦 奧運 的時候 第一天 倫敦的 櫃子 有 掛這支 什麼 第二天 就收了 第三天 掛這支 流亡政府的 櫃子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也有新主牌 這個 是在南京 共産黨 開始 寫 說 中華民國 是 1912年 到1949年 建都南京 新主牌 採下去 蒙白 正名 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好 好 現在 1952年 4月8號 舊金山合約 生效 蔣介石集團 沒有撤離台灣 是受到 美國的運動 美國是根據 舊金山合約 23條到4條 代表美國 繼續 軍事線 所以 這個時候 它是變代表美國 不是代表門軍 不一樣 但是這個軍事政府 也是繼續 現在 這個三個年以代的歷史變化 我們跟 歷史一個來看 中華社會集團 是什麼性質 第一 第一 就是 軍事政府 一九四九年 十個歲 他也是 還代表門軍 還繼續在 占領台灣 但是 一九四九年 十個歲 的時候 他又變成什麼 流氓政府 再來 已經五年 四月二八 舊金山合約生效 之後 他已經變罪 流氓政府 但是這個軍事線 而已 變罪 代理美國 不是剛才那個 代理門軍 所以 我們如果看這個表 在馬上會發現 對一九四九年 十個歲 開始 在台灣的 舊跟舊的集團 所謂中華民國 是不是兩個身分 一個是軍事政府 一個是流氓政府 對嗎 所以 可見 一九四九年 十月一號 開始 台灣 同時有兩個 蔣介石集團 存在 有兩個 對 因為這樣 對吧 我剛才從 變大 給大家看 更清楚 大家記得 有兩個 不一樣的 舊跟舊的組織 所以 舊跟舊 那時候 那時候 還沒死的時候 就開始 利用 占領台灣 這個 軍政府的性質 來養他的 流氓政府 說得好聽 說得不好聽 就在騙人 用軍事占領 來騙 流氓政府的存在 這是屬於 那時候 有很多人 不願意 不願意 生臨 這個 事實 甚至 將這兩個 性質 完全不一樣 的 舊跟舊的集團 分為一體 所以 這些人 包括 我在來 以前 一樣 這些人 犯了 不應該 有的 錯誤 什麼錯誤 以為 台灣 變成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就是 台灣 那是 不是 我們現在 知道 它其實有兩個 性質 不一樣的 造型 所以 我們現在 可以說 因為 台灣的領土 不是中國的 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 一定就要離開台灣 這不是它的所在 所以台灣的軍事占領 所以 台灣的軍事占領 應該由 美國 親身來接行 所以 我們現在 一個 驕夢 美國 要回來了 其實 聽說 已經回來了 所以 如果是這樣 我們台灣的地位 才有辦法 政上法 因為 大家怕 很認真 聽我的 講話 所以 最後 再送一些 滴湯 我可以讓大家喝 我可以證明 中華民國 已經 在看 百花 要離開了 可以證明 不是只有說 而已 來 大家看我的證明 這隻 這隻 大家知道嗎 剛才 美國 這隻 這隻呢 還清楚 當然是美國 對不對 這隻呢 不對 這隻沒有人會 沒有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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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以前 這幾顆軍 有一個馬路口 現在沒有去 沒有啦 什麼 什麼 這隻不知道哪一國的 哪裡 這隻飛機 也沒有標示 也不知道誰的 這隻說 C 130 在做 文書 這隻呢 這隻是最軍 這隻 反潛水艇的 戰績 這隻 這隻 也看不可以 它 也沒有為 任務的標示 是怎樣的環潛機 不用作標示 這隻建造機 F16 這古早有標示在這裡 現在也看不出來 問題都不知道誰的 這隻 可能大家猜得出來 Apache對不對 這隻就是Apache 也看不出來 也沒有標示 所以這隻變成這樣 這隻就去拔下去 龍潭拔下去那隻Apache 現在把它拋起來 這隻建造機 也沒有人 對不對 以前那 漁口也沒有 這也沒有人 這說是漢官演習的戰車 也看不出來 哪一國的不知道 這都沒有 純也沒有 純也沒有 這台說什麼 拉法葉也沒有 但是這台有 既得劍 大家會記得嗎 沒多久以前 我們 我們 劉Q有一個 付出哪個去到菲律賓 攻擊 阿嬤研究說 派既得劍 向菲律賓宣示主權 結果他派出去的既得劍 大家看看 頂上插去什麼機 所以菲律賓不敢打 對嗎 我們那些負囑都插什麼機 剛才那支 中華民國的機 所以菲律賓不敢打 這是什麼呢 這是2009年 自由事報報的 憲兵裁冊 這張 前兩三禮拜 我在自由事報 這張是在那裡 中山科學研究院 大家知道中山科學研究院 你說什麼 國防部在研究軍機 菁果號戰績就是國防部 這個中山研究院研究出來 發展 這個中山研究院 他報到 他說以前過問的是憲兵 現在給他保全 所以是不是證明說 憲兵已經被裁撤 現在三國時 我們還看著 還有穿憲兵最佛的 在逛 出貨幾個 再來 年輕 年輕走入歷史 2012年 2012年 每一個島 大家都記好 這張島 是9年 5月 蘋果日報 協助 三軍司令部 要裁撤 只能做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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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 立法院 立法院 民進黨的紀元在懷疑 說 洪仲秋那個案件 所以立法院 統計一個法令 什麼法令 他說 軍法 軍神法 修改 他後 沒有勸法 平安 犯法 要以 以罪 司法 辦理 所以 連軍法 也要 廢止 對吧 現在這樣 一連串 這麼多 最好 連海軍陸戰隊 退伍官兵 就招去 各方沒有去 抗議 你為什麼要把我們 海軍陸戰隊 也要裁撤 這還不一樣 我擦一頓人 出來抗議 差不多十天前 到兩禮拜前 再就一頓 抗議 去那個 中正廟裡面 再去抗議 這些堂 看完後 大家想 我面對還有軍隊嗎 對啊 憲兵 是在關兵 要裁撤 後勤 是在提供 要給朋友吃飯的 也就要裁撤 司令部是在做什麼 在支援軍隊的裁撤 那軍法 還要裁撤 沒有去 所以兵 他後 變成圓 老百姓的 法令 來處理 意思是說沒有兵 嘛 對吧 這樣是不是中華民國在看保護 要裁撤 還要裁撤 還要裁撤 沒有軍隊 他就沒有人可以保護 所以這證明 美國已經在賣了 中華民國要裁撤 謝謝大家的合作